所以現在任務賊關鍵一張應該是變成是這種 這種東西了 就這張跟螢火 這裡其實我們甚至可以先下螢火 因為我們幾乎 百分之不知道多少都是解火焰元素的任務 我就是正義 然後等一下下火層炎 小被刺 然後等一下出拖爾拖 拖爾 我們還需要兩個回首 或是在一個 火層炎 他真的沒有帶海盜嗎? 小被刺 呵呵呵呵 不過他這樣可能會交退化 所以... 這樣也不見得好 不過我們還是一樣只需要兩個回手就可以 喔他幫我解了 你有在算嗎? 不然我們就解完任務了 暗閃 我希望你喜歡我的發明 可以再抽獎了 你不要吼 因為我比較想防大漩渦啦 但大漩渦他可以多解一個手下而已 除非他 開賽到法商大漩渦 所以繳進化感覺不是很明智啊 喔!雙進化 全軍團的寒冰之星 為什麼這裡有個-1 我們先看這裡面有沒有什麼怪東西 Ok bye 呵呵呵哈哈 忍戰 看 搞不好可以考慮晚點再掛這個任務 因為一掛這個任務 對手就知道我們是個憨宅 然後就開始 瘋狂Rush我們 我希望你喜歡我的發明 JIT 我就是正義 來跳舞吧 我就是正義 錯誤的戰術 玩得不錯 好強喔 打應該先出這個的 好強喔 好強喔 衝啊 帝獨山腰 帝國崩毀 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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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跟我喝酒吧! - 好沒有? 呵呵呵 呵呵 - 他還沒有東西喔?超怪的 - 對樣是...三個嗎? - 有再出一次然後消失 三次按閃 - 兄弟會將獲得勝利 - 可是... - 不發啦! - 我希望你喜歡我的發明 - 叫鬼技來就對了 - 恩... - 嗯...這按傷影太晚來了 - 噢... - 我希望你喜歡我的發明 - 噢... - 嗚... 哈哈哈哈,來跳舞吧! 幹,沒有場了 有準備 先做留住 哈哈 啊 哈哈 好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X 我又是醬異 我是挫斬啊 還是差一點 我可能是挫斬 差一點 差一點 屎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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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G啊 他好像挫斬欸 他好像有斬 不是很確定 我大概挫斬了 好刺激阿 好刺激阿 我就是正義 跟著多久吧 好沒有 嗚 打得好 我認輸 玩得不錯啊 玩得不錯啊 很讚啊 找營火跟 我誠言比較實在一點 我們下輪出 多維爾縮死者 他如果願意跟我換的話我其實 蠻感謝他的 欸 現在其實可以考慮錢幣男孩 要把這個解掉 這感覺勢必要掉節奏 他如果要處理聖盾的話他要化英雄能力 然後剩下三顆水晶的話 就我所知 是沒有辦法來解這一隻的 不過因為他有原始雕容到一張牌 所以他有可能有一個量費火球之類的東西 所以他還是有機會可以清 這邊 這裏不能給我 你會很力氣 他就在你 一下子 他就在這裏 最後 他就他在這裏 他就在這裏 他就在我 所以我們現在有兩個營火跟兩個火焰元素 然後火焰元素只要再回首一張就沒事了 應該說回首一張我們就可以解完任務 還真的有兩張羊 還真的有兩張羊 點臉喔 感覺有烈焰之類的東西 已經沒有準備 有點麻煩 所以大概會被 大概會吃一張AOE 那個暴風雪或是 烈焰 然後沒有手下 這也蠻詭異的 為什麼不點這一隻啊 他有炎爆喔 他有炎爆喔 呵呵 如果這兩隻都活著的話 我們下輪南海 消失南海的話可以贏 好我們插一張暗閃可以贏 死去看 他才是啊 他有炎爆喔 就是我 有炎爆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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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弱的 LEGO還是 超弱的 不好 我就是正義 我帶你生意 這是GG喔 還是修一下好了 我像你的力量區 斬戰 我就是這樣 我就是這樣 大力的力量 這是一個第五輪錢幣消失的節奏 我們下輪大概是洞穴然後這些東西出一出 然後可能出一張暗閃在其中一個漢人身上 但我們有三個 反復喔 就在死亡之中 1 2 2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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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人就解完任務了 這樣的問題是他手上 他還可以再出一次 就是那個 台西斯青龍跟幼楚 然後那個幼楚我們還是沒有辦法處理 然後那個幼楚我們還是沒有辦法處理 對 這張嘲諷基本上不存在耶 我覺得可能要直接下這個 會比較好一點 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他還有二級屠殺者 是 地獄 是 是 呵呵呵 讚 呵呵呵 呵呵呵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收看 那這是今天的任務賊 那這副任務賊跟之前任務賊 其實有非常非常多的不一樣的地方 像是這邊帶了兩張貝刺 然後帶一張毒席還有廢物刀刃 然後這邊也沒有再帶甲果了 對 然後我之前很愛帶的這個菊花茶 我也沒有再帶了 那主要原因其實還蠻簡單的 那第一個就是甲果其實有點太慢 尤其是在現在 我們任務要五隻的時候 其實這個甲果很難 就只有兩隻而已 還有剩下三隻你不知道從哪裡生出來 所以這甲果其實沒有那麼強 然後其實你會看到我們主要都是靠 火焰元素來解任務 因為火神元素跟這個營火都會給我們火焰元素 所以這是我們最主要解任務方法 然後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解完任務會贏的方法 就是用 呃我們的劍錫工程師來解任務 然後這是比較少數的狀況 就是可能 呃用火焰元素解任務的 佔的比率大概是75% 然後 劍錫工程師可能是低於25%這樣 所以 這是比較不建議的方法 可是有時候這樣子還是可以贏 因為其實用劍錫工程師解任務的話 假設你有跟暗閃搭配到的話 或者是你 對手 是控制牌 然後你可以跟這個 加一聲船夫 或者是 嚴禁戰友大師 慢慢來抽牌的話 其實會讓整副牌的穩定性 大幅增加 你手上的一費牌 或者是準備 呃消失之類的 combo也會比較好打 或者是準備 出我們的水晶核心也會比較好打 所以 呃是這個原因 就是為什麼我們有時候可以用劍錫工程師來解任務 不過大部分的時候是沒有那麼建議 然後這邊還帶兩張格拉卡拔行蟹 來 主要是來抗快啊 因為其實 呃打控制的話 其實我們勝率 應該算是還不錯 嗯 可是 打一些快攻的話 可能就會比較困難一點 所以 這邊帶兩張格拉卡拔行蟹來抗快 然後這邊帶 脫尾碩食者也是同樣道理 就是因為他有嘲諷跟聖盾 所以 理論上抗快還不錯 嗯 然後因為我們有帶營火跟火層元素 所以在上裡面的火焰元素 所以會讓我們元素量還不錯 所以這算是有一點順風 牌的意味啊 呵呵 因為假設我們沒有抽到任何元素combo的話 然後我們就會無法解任務 然後我們的脫尾碩食者也會沒有辦法combo 所以就會變得 更尷尬 然後再更尷尬 呵呵 對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大概到這邊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請按讚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就回到最後再見啦 掰掰